今早的ET各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中信證券 選選原因是 上證綜合指數醞釀突破向上 總之證券股直接受惠 另一方面 中證金融金升期差異化下調 轉融通保證金的比例 業內人士指成本降低 有利業務規模提升 龍頭券商較為得益 券商股可以選行業龍頭 中信證券6030 中信證券主要是經營投資銀行 財富資產管理 經紀業務 股權投資 當中手續費和佣金收入 佔整體收入的44% 2022年經紀業務收入保持行業第一 境內股權融資當中 中信證券完成A股主承銷項目166單 主承銷規模超過3700億元 增加13% 市場份額有22.3% 排名第一 隨著註冊制改革推進 公司完成A股票項目58單 主承銷規模1498億 市場份額是25.5% 也是排名第一 大肯普遍認同 中信證券龍頭地位穩固 稅銀指出 中信證券是他們的行業首選 利好政策 利好政策 市佔率擴大 潛載市場回升 帶動更強收入復甦等等 支持公司的估值 目標價是23.5% 潛載升幅達到35% 策略上 中信證券昨天收補17.46% 升0.8% 股價至2月初開始出現調整 3月低建制15.82後回升 近日重返2月中下巡 高位大約是17.5%水平 投資者可以在17.2%收集 上幕1月份高位大約19元左右 跌穿16元便適宜自虧